当我们再讲到葡萄酒的时候 有的人会想到西班牙或者法国 甚至美国的Napa 但很少人会把产区想到英国 气候变迁冲击了葡萄酒这个产业非常多面 今年加州冬季降雨量创新高 所以葡萄虽然生产旺盛 但进到夏天之后呢 比往年更低的气温又让葡萄受阻碍成熟 收成会延后 而且呢那边还有很大的野火和降雨的风险 同一个时间呢 全球葡萄酒的版图都因为暖化找乱了 现在英国的葡萄酒产业 也惊人的速度扩张 预计只要到了2032年 它会翻倍的产生产量 那么预测到2050年 英国就可以成为高级葡萄酒产区 说到红酒就会想到世界知名葡萄酒之乡 那帕谷 尽管天气炎热 品酒大会依旧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满满的人潮 不过天气热却让工作人员忙翻了 除了适合冰镇后饮用的白酒和粉红酒 没有受到影响外 却要让当地最文明的 卡本内苏维翁红酒 温度维持在涉事14到18度 而烈日当头下 葡萄农则正忙着摘掉多余的叶子 为葡萄制造更多生长空间 酒庄业者表示 近期一连串气候变化 让今年的种植充满挑战 先是经历冬季和春季破纪录的降雨量 导致葡萄生长旺盛 接着又马上进入 气温低于平均值的凉手夏季 而这也代表 基本上所有的葡萄品种 都正处于混乱状态 将让葡萄更满成熟 业者推估 今年部分葡萄的收成 将在10月甚至是11月 然而果实在藤蔓上停留的时间越长 也越容易受到秋季野火 和初冬雨水的影响 不过放野望去 成牌的葡萄 也反映出大量雨水带来的好处 另外业者也表示 今年葡萄长得松散 就算真的再碰上降雨 也比较不容易长霉菌 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检测 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检测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有些很好的品质 就是我们是栋梁 有些什么都可以发生 现在和那些 武农充满不可预期的变数 拜全球暖化所赐 英国东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气候 也越来越有利于一些葡萄品种生长 根据雷丁大学预测 到了2050年 英国将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土地 适合下多内葡萄生长 而且能够酿出高品质的葡萄酒 长江后浪推前浪 今年英国葡萄酒产业协会 颁发的金奖 就是由这名留着一头金发 年仅20岁的酿酒师在下 好的葡萄酒需要经过成年 但酿酒师却不一定 也为历史悠久的葡萄酒产业 注入新的生命力 TVB新闻总和报道